魚蟹的東西交給你了 魚蟹交給我的意思是嗎? 他把魚身交給你 Hello大家好,我是Michael Hello我是Creamy 今天帶你們來 帶你們來 請問尖沙咀怎麼去呢? Hello大家好,我是Michael Hello我是Creamy 今天帶大家來尖沙咀 因為我聽說尖沙咀 最近開了一間新的糖色奶茶店 每天買一千杯咖啡 好像很棒 這麼厲害 所以你選了一個 專程約早一點的時間來喝 打算去試一下嗎? 對,不用排不久了 到底是哪一間呢? 就是這間的品茶弄啡 你又說早一點的 後面這麼多人排隊? 我們要排到什麼時候? 好早了,不要緊 我們就試試進去拋門問問他們 我想問可以讓我們去買嗎? 可以嗎?可以嗎? 跟我們來吧 這麼爽的? 這麼爽快 好吧,我們進去吧 先坐下 先坐下 我們現在在珍珠奶茶的心臟地帶 去別人的廚房 搞事 現在在炒的就是黑糖 是嗎? 是,這個 好香喔 現在都聞起來 不停炒 記著炒底 沒錯 不要只炒一邊 對,炒均勻一點 其實都挺張的 他手勢和剛才師傅的手勢有沒有問題 當然差很遠 原來好像有些辣味 老客戶 其實塗了一會兒 手也挺酸的 我搞惡了別人的包黑糖 所以我喝不到這個黑糖珍珠奶茶 就是喝到普通的珍珠奶茶 他的珍珠很堅硬 我試一下 我試一下 他的茶味是很香濃的 有些像我們上一次買去台灣 是嗎? 有些專門買茶的店 是特別香的 就是跟我們平常喝的 你香港平常喝珍珠奶茶 其實茶味沒那麼香濃 但這個是喝到 那個茶的味道 對,那個茶味 因為之前聽過台灣人都說 如果你真的用一些很漂亮的茶 其實不需要加其他東西去抽 對,就算你不加糖 其實你可以喝到很多茶的香味 這個是很像我們在喝台灣那種的感覺 對,我都覺得好像回到台灣了 我經常說 為什麼只有奶茶和咖啡呢 原來這裡有一個新的 就是這個 糖珍珠鮮奶咖啡 對 一次過可以負責你的禮拜口味 你喝下去 你有一股咖啡的香氣 而且它不甜 真的會一點都不甜 又不會漏 而且黑糖呢 剛才炒得很香 你有沒有分炒 有啊 你進去搞事 你特別好喝嗎 因為我不喝咖啡 這個原因是因為很怕它那個苦味 但這個是香味很濃 但又不會有那個 平常一般不喝咖啡的那種苦味 這個很棒 它已經太高了 太高了 它有米狗 兩米有沒有 差點 我想問一下 那其實怎麼會有這個想法呢 其實市場上都是 只有黑糖珍珠鮮奶 其實我們本身也喜歡喝咖啡 所以我們就想了 究竟兩樣東西可不可以合在一起做呢 我們經過不斷試 可能它的份量 黑糖和珍珠 這樣調配了之後 就出現了這件事 其實我們每天都賣 差不多100杯 這個Crossover的組合 所以我覺得好 因為我經常都說 為什麼只能喝奶茶 珍珠奶茶 但我每天都要喝咖啡 之後就不用怕了 就可以試一下這個 喜歡喝咖啡的朋友都適合 而且兩隻都適合 因為它是正常版本 正常版本 正常版本 但是不會太甜 我們就不建議小甜 因為我們就沒有加糖 在黑糖裡炒 所以就有個香味 所以是夠香夠甜 人健康一點 然後現在就在混合之後 沖咖啡 沖咖啡 沖咖啡是自己的 這樣吸下去就可以了 要平衡 要平衡 好像是這樣的 可以了 就打開了 好 之後呢 人生第一次沖咖啡 就在這裡 好 現在試這一杯 就是還未推出的 叫做白色焦糖布丁鮮奶咖啡 對 讓我嘗試一下 剛剛你已經看到它的焦糖 燒到合不合聲 熱飲這個 它是沒有布丁在這裡 其實我告訴你 但是呢 很有趣的 在於是什麼 就是菠蘿 其實也沒有菠蘿包 但是這裡 是沒有布丁的裡面 但是你可以吃到 好像雞蛋布丁的那種味道 我覺得這個很特別 很神奇 為什麼這個咖啡裡面 真的喝到好像有些 Pumberley那種的 味道 它的焦糖上面 現在已經硬了 所以你會喝到 有一點脆脆的 感覺 這個冬天喝 一流 剛剛就很神奇 喝了一個沒有布丁的咖啡 但是有布丁味 對 現在就加了一個真的布丁 我覺得很好喝 很滑 而且口感很豐富 每次都是 大家如果想知道 那樣東西 真的很好喝 試吃 你看我的反應就知道了 好像每次吃東西 我都是好吃的東西 我都是不停吃 那這個什麼時候推出 什麼時候可以喝 應該就是下個星期可以來的 就是你看到這段影片 記得要加布丁 這個名字叫什麼 讀一次 3 2 1 焦糖布丁 咖啡 加布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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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你看看 都是粒粒 芋頭的 你看看這個芋頭奶 它的芋頭份量是有成的 比例是 四成 基本上都是 用芋頭來的 好 來到我們今天最後一杯飲品 也是 最容易沖的一杯飲品 哈哈哈哈 很難沖的 你看到剛才的沖的 不是啊 你也是下這個 芋頭奶和加奶沖 雖然你看到沖好像很容易 但是芋頭的運送過程 一點都不一樣 因為全部都是空運 由台灣 運到香港 你看到剛才的份量 我沒有下多的 真的下了半杯 真的有芋頭 是 是 很濃 很濃 很濃的奶味 不是啊 那些芋頭粒粒 一整個都是 我不知道大家看到嗎 其實底部 你會看到 有很多芋頭粒粒在這裡 哈哈 是啊 所以喝的時候 你要攪拌 也會吸收到很多芋頭粒粒 是啊 雖然這個是最簡單的沖法 都是加芋頭泥 加奶 嗯 但是想不到出來的濃度是 是 效果是很棒的 很棒 雖然我們今天喝了五杯 但是呢 我暫時都沒有試過是漏的感覺 是 因為一般呢 如果我去其他的店 其實我都會是 叫 微糖的 嗯 就是少甜一點 因為我真的太甜 很漏 但是這裡的飲品 或者咖啡呢 全都會有這種感覺 因為我覺得這間店主要飲品 全部都是飲品最完美的狀態 不論是咖啡或者是奶茶 都是 甚至連芋頭也是 是連芋頭也是 是連芋頭也是 他就說如果是美的茶 其實你不需要加很多其他的東西 不需要加糖 也可以好喝 真的如果他給我呢 我推薦是 這個芋頭也很好喝 還有 其實真的喝它最原本的珍珠奶茶 因為黑糖的珍珠奶茶 其實可能周圍都入 很多 但是反而呢 我剛才喝的那個 是你喝得很清新 還有那個茶香 茶香是沒有其他味道的掩蓋 當然啦 如果你喜歡喝甜點的話 可以試試喝黑糖 好了 今天這條片來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要怎樣做呢 記得 like 和share這個影片 還有呢 還有subscribe 這個Youtube頻道 Follow我們的Facebook 和Instagram 好了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應該是新年後的了 新年快樂 拜拜